秋後來臨 驚獻小清心 川普請出巴雷特 一家七口笑盈盈 如沐春風 秋後來臨 賬單來橋門 新賬老讓一帶堆 腦門冒汗也沒用 不算清楚了 堅決不行 川普遇見蓬佩奧 老彭遇見余茂春 最佳搭檔集結號 震的一尊耳朵龍 這怎麼炸雷煉著想 難道宇宙要瘋 風不風 挖大坑 搬石頭成癮 瘋狂宇宙都玩不了 正是分分事事 無窮進 茫茫天樹 正尋人 啊 尋人 誰呀 腳踩油門那位呀 習近平 快人快語 天下事 京腔京韻 老北京 各位茶友 各位觀眾聽眾 大家好 歡迎光臨歡樂醒腦的老北京茶館 品秋後茶 聽算賬事 我是劉卓 我是李正 不是我不小心 是美帝太認真 我只好是一鬆手就吹牛 一掐脖子就裝慫 橫批 你擋 我暈 好嘞 這茶幌一挂 段子得先行 各位茶友 下面請聽第1個段子 題目是 老美就是認真 表演者光頭劉同學 完了 這茶館變二人傳小劇場了 變什麼您能逃脫了 說段子的命運哪 別默契了 段子劉 趕緊說吧 說說說說 聲明一下啊 表演者是劉同學 創作者是伯博士和伯大夫 仨人聯合演出 這個話說呢 《環球時報》和《健全知識》的洗腦文宣稱 共軍攻台 兵棋推演的結果是 倆鐘頭取得空優 也就是空中優勢 24小時之內成功搶攤 瑟瑟發抖吧 彎彎的月亮們 對此 美國國家利益雜誌發表了一篇文章 表示深度關切 作者在仔細分析研究以後 鄭重給出結論 這完全是扯淡 嗨 完溜 大化驚 撞十字人溜 博博士最後總結說 中共現在是兩難啊 不吹牛逼吧 牆內搞不定 吹牛逼吧 牆外搞不定 所以順利露出破定 趙光定的定 真不開玩笑啊 這老趙家是真露出破定了 不光老美認真 劉同學也夠認真 不是我認真 破定這事兒 是網友正義公民告我的 哦 有來源 可不嘛 真有來源 正義公民就說 這買房的欠一屁股債 這賣房的也欠一屁股債 這賣地的呢 它還欠一屁股債 三屁股債 所以正義公民他一臉困惑 就問 那麼這個錢 哪去了 答 共匪大官地下室 私生子豪車後備箱 外加瑞士銀行 那完了 最近恆大那事兒 已經成了黨的致命商了都 這個推號新聞真話呢總結得特別到位 說恆大許家印讓我們看到了中共崩潰的另外一種可能 就是民起自爆 這欠錢的是大爺 這面對大爺呢中共很尷尬 不救恆大吧 就等於引爆了這炸彈 但這救恆大吧 就等於是鼓勵更多的遇到危機這企業呢 它效仿恆大呀 不成啊 這圍觀群眾良心打搭地壞了 一上來就想給黨揭短 可不啊 算了甭說恆大了 許家印啊 爆料來 闢謠去來回折騰 沒工夫幫他們斷這樁糊塗公案 真沒工夫 關鍵是 恆大雖大 在黨眼裡頭 還有更大的事兒 更大的 中美關係危機爆發 出門混了70年 到了還的時候 債主正敲門 這還真是 不光中美之間 現在是全世界的秋後季 結帳這倆字 是各國跟中共外交關係的主題 現在澳大利亞總理就是債主之一 澳洲總理莫里森 怎麼了這回 26號聯合國不開75屆大會嗎 莫里森有一個視頻演講 態度特別堅決 呼籲必須對中共病毒進行獨立調查 中南海三尺頭上 又響起一劑炸雷 老莫莫里森咬定青山不放鬆了這位 北京如盲在背 自打澳洲推動獨立調查中共病毒以來 澳中兩毛關係一直特別緊張 前一陣中共對澳大利亞產品加光血 牛肉 最近又有倆澳洲記者被迫逃離中國 莫里森就說 中共病毒給世界人民帶來的災難 我們必須了解發生了什麼 關於發生了什麼的問題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有話說 莫里森打問號的當天26號 彭卿就發推了 中共事先就知道武漢肺炎極具毒性 可但是 他們幹什麼了 審查逮捕吹哨人和公民記者 中共是這個殺死20萬美國人 讓全球100萬人感染的世界大瘟疫的毒根 哲一唱一賀有問還有答 這叫實也運也命也 中共到了走背字的時候 通過追責幫忙加速的人 肯定是烏央烏央的 可無嗎 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不是卸任了嗎最近 剛剛有個消息 川普能對中共下狠心要治理他 還真得感謝安倍教育說服 安倍教育說服川普 完全正確 安倍先生以後最近接受了日經新聞的專訪 他爆料 16年10月8號 川普當時不是競選贏得過半的選票嗎 17號 這老哥就飛到美國來了 跟川普來了一首度會談 當時川普還不是總統 他就說 他跟川普詳細說明中共軍事崛起 對日美同盟帶來的威脅 而川普後來的表現 證明了安倍的遊說奏效 和安倍排第一拜訪川普 合適加速共謀反共大忌去 對 這效益要是呈上去 黨的領導集體要是棄絕身亡的節奏 有可能 當時川普就問安倍 中共什麼時候開始 而且增加了多少國防經費 安倍就說 他們用了30年 增加了40倍的國防經費 這個地球上沒有任何一國家 這麼個家法 聽完這話 川普露出一臉驚呆的表情 傻子之爹 幹了這麼多年老中醫 頭回見上這種怪病 假死武病 川大案反應也不慢 會晤一結束 日美迅速開啟了 自由開放的印太構想 又快速的獲得了澳洲印度 還有英國法國的支持 真是 安倍真幹了點正事 願不得他離職那時候 日本人特感謝他呢 老安對華強硬政策 確實裡邊有貨呀 其實也不是老安主動 是吃虧吃得太大的了 到了算總賬的時候 也是 出來混早晚得還 是不是這鐵令印中共關在碗上的 難說 訪談那美國國務次行克拉奇不就是嗎 整個就一債主 馬雲阿里巴巴那事兒說是不是這事兒 不錯啊 克拉奇前兩年訪問台灣 媒體一通發故事 就發現 克拉奇跟中共是有深仇大恨 克拉奇小的時候是一個神童 26歲的時候就當上一個通用的副統臺了 他跟中共還真有兩次神仇大恨 小的時候他父親在俄亥俄州 有一個5個員工的小器材廠 中國的廉價商品一湧進美國 廠子就倒閉了 克拉奇從政之前 幹的是互聯網的一個行業 創建了一個B2B公司叫Ariba 結果他這公司接待了幾個中國來的年輕人 其中有一個是誰呀 馬雲 這下公司就倒了血霉了 對 克拉奇自己是這麼說的 那是90年代後期 我們歡迎幾位中國訪客到我們總部 結果 他把我們這 其中一項重要概念剽竊走 那家公司就是 阿里巴巴 Ariba對阿里巴巴 名字都跟原版差不多 這也難怪人們都想 這克拉奇是不是開始報仇了這個 不是克拉奇要報仇 是整個美國政商兩屆 還有民間小企業主都回過味 要追著中共 一二三 買單 因果抱怨 自己埋著伏筆 克拉奇是蓬佩奧直接推薦給川普來提名的 做國務院三把手 他主管經濟、能力還有環境 就這職位 之前都空了兩年半了 這叫來的早不如來的巧 定數 真就是定數 中共這麼多年玩這韜光養惠 這幾年自以為是財大氣粗 裝不住了 新說話 老子世界第一 這宇宙無敵呀 幹嘛這麼憋憋屈屈的 就是 穿了一身名牌 我不能這錦一夜行 必須把聚光燈都給招過來 咱也讓他們見識見識厲害了 黨的國 沒轍呀 自由社會也有責任 幾十年這麼縱容放任 把這白眼狼養肥了 是啊 連膽都給養肥了 膽也肥了 幸虧是虛胖 美國那邊這趁虛胖的伏底抽薪 中國製造2025秒變的勒緊褲腰帶加那循環呢 讓全世界跌破眼鏡上不說 把戰狼五毛腰還給閃了 要怎麼黨現在緊著呼籲呢 全民煉芯片啊 咱們有的事錢 有經費 行了甭聽黨忽悠了 回頭拋轉引玉 把您兜裡那點救命錢 都當玉給引著去 哎呀這過山車 咱是做不起 絕對做不起 李政隊 咱得花重點了 還沒說美國那條重磅呢 川普已經正式提名巴雷特出任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了 必須的 一個讓美國沉默大多數歡欣鼓舞的大新聞 美國東部時間26號下午5點 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正式宣佈 提名美國第七巡迴上訴法院 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 作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接替剛去世的大法官金斯伯格 咱說說巴雷特 現年48歲巴雷特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 是已故高院大法官斯卡利亞的前助理 巴雷特畢業於頂尖的聖母大學的法律院 他以第一名成績畢業並且留校任教了 17年5月份的時候 獲得川普的美國第七巡迴上訴法庭的法官提名 10月份的時候通過 人員特別好 跟他合過所有的法律文員 他執教聖母大學的所有同事 還有這450個他教過的所有的學生 齊摔摔的聯名支持他提名 夠優秀 川普就說 艾米不僅是一位傑出的學者和法官 他也是一位進職的母親 連親生待收養 一共7個 對 收養倆 川普還開玩笑說 巴雷特將成為有史以來 第一個 還是學齡兒童母親的高院大法官 要怎麼好多美國人都說呢 巴雷特 堪稱一個 信守傳統的女超人 這個巴雷特在擁槍、移民和墮胎這些議題上 持保守看法 如果他要當選的大法官 未來幾十年之內 高院保守派大法官就達到6位了 跟左派是6比3 是絕對的優勢 美國政治上最重要的爭論 墮胎、槍尸管理、還有總統權力等等 都可能回到傳統的道路上來 嗯 川普是盼星星、盼月亮 終於盼來了這位又傳統又有能力的人 可不嗎 這事一出 美國極左們都氣得咬牙不說 北京那邊火更是挫大了 為什麼呀 新說話川普怎麼一順百順事事順呢 難不成川普這也加速了 這老川頭真要是把美國國內給理順了 回頭再撸起袖子加油幹 大巴掌抡圓了 冲咱北京一通招手 黨的偉大事業這可要瞎命呀 那沒轍 本來川普沒想專門針對中共 很簡單 人就是正本清理門戶 要帶入美國回歸傳統 結果 一瞅啊 共產主義這流毒滲透的忒嚴重 北京那邊還正加油幹呢 這才徹底解決共產北京的主意下定 到時候得到多助 川普這戰友是越來越多了還全是專家級戰友 過去美國為什麼對中共老是顧氣縱容啊 中共忒狡猾 特別了解自由社會 喜歡吃的那一套 民主國家根本玩不明白 搞不清楚黨那些花言巧語到底是什麼意思 是啊 每回都被北京哄的美滋滋的 以為中共是真從糧呢 左等右盼 就差等到花都謝了 什麼時候花謝了什麼時候算 謝了也甭想上從糧 現在行了 專家級反共戰士都來了 一大群 彭斯、蓬佩奧、納瓦羅、班農 尤其是中共最恨的 華裔智囊余茂春 簡直都數不過來 行了 咱先捋一捋反共第一名啊 白頭海雕、蓬佩奧 拔了頭頭了這老彭 沒錯 23號就有一場精彩的才藝展示 當時 這蓬佩奧在威斯康星州州議會 做州議會和中國挑戰的演講 當時底下坐著的全是州政府官員 老彭是現場發揮演示 如何翻譯中共領導人 一尊同志習近平的重要講話 這好啊 這老彭改上當翻譯了 這國務卿當的夠happy 對呀 蓬佩奧就說 8月份的時候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北京 對一群政府的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說 凡是願意同我們合作的國家、地區和企業 包括美國的州、地方和企業 我們都要積極開展合作 習近平這話到底什麼意思呢 本人作為國務卿和中央情報局的原局長 給大夥翻譯翻譯 趕緊翻譯翻譯 老彭就說 習近平知道 美國聯邦政府正在推翻中國共產黨 以及其邪惡的影響力 共產黨要在美國世界範圍 利用當地的地方政府搞貿膩 為什麼呀 習認為呀 地方領導層是薄弱環節 有可能可以突破 要對地方政府下手 沒錯 那怎麼個下手法啊 怎麼下手 合作開放 合作開放 這不是好事兒嗎 好事兒 等著您好事兒吧 彭佩奧說了 在共產黨詞典裡頭 合作開放這些詞 跟正常社會可不一樣 不一樣 另外另有所指 指什麼呢 為共產黨服務 這意思 我們可以通過慘痛教訓 認識到這一點的 過去教練太多了 為共產黨服務呢 沒錯 彭佩就說呀 對習近平來說 當他使用合作和開放這個詞的時候 他的意思是 要制定 有利於我們黨的安排 實際上幾十年來中共一邊說好話 一邊對美國竊取財產 工作 還竊取財富 我們知道中共強化了自己的軍事力量 拉攏了全世界的精英 你說老彭怎麼看出來習近平的小小角的呀 一尊大人自己交代地 自個兒 對 彭佩奧不說嘛 習近平總書記後來在講話裡頭 明確證實了自己的訴求 那就是 擴大影響 要使中共立於不敗之地 必須跟我們這些資本主義國家進行鬥爭 並取得最後勝利 對對 沒事兒老發表什麼狀況講話 沒想到全黨都沒人當回事 太平洋那邊 蓬佩奧上了心了 一通學習 這一學習都不要緊 把一尊那貓膩兒給學習出來了 挫火 老彭確實看得清楚 他還專門又澄清了一遍 中共和中國人的區別 他就說 我說的威脅 來自中共這個政黨 和中共領黨層 不是那些希望和平幸福的中國人民 這話說的真鬧心呀 這黨一聽 反正我以後真得好好粉粉蓬佩奧了 不愧是西點軍校第一名 這大腦門真有智慧 其實蓬佩奧這次演講 還講了兩個中共滲透美國基層重要的故事 一個是遭到正義議員的堅決抵制 後來中共偷擊不成 反丟了米袋子 還被人抓住遊街示眾 還有一個呢 真得逞了 也讓美國地方政府蒙羞 啊真得逞了 這都什麼事啊 都什麼事呢 咱就不在這細說了 我也是看了新田的節目 才知道詳細情況 哦 你說的是新田走進美國那個 對對對 就是那節目 這樣啊 順便我們也推薦一下 給大夥 非常棒的一個遊玩頻道 叫新田走進美國 新田呢是我們哥倆的朋友 做了一檔專門講美國社會新聞的故事 那樣的一個節目 這節目呢 可不可以有特點 經常能採訪到美國主流社會 重量級的嘉賓 剛說的中共滲透美國州議會的故事呢 新田就專門做了一個詳細的講解 行那怎麼知道吧 這節目鏈接放置點留言裡邊 感興趣的茶友可以點開看看究竟 也歡迎茶友訂閱 關注美國最新的重大事件 哎對李正 你剛才說蓬佩奧能聽懂習近平講話的潛財詞 你說是不是他背後的高人 他那高級顧問余茂春教授的功勞 嘿嘿 劉卓說點上了 中國通美國國務院的華裔高參余茂春 是川普反共政策的真正智囊和幫手 最近中共崴腳部 喉舌央視大鼓掌 漢奸漢奸的叫罵 罵的就是余教授 這叫罵余教授了少不了 叼盤俠胡錫進 余茂春中二的時候在加拿大智庫 老李愛研究所舉辦了一個 香港問題和中國政策的論壇 有一個講話 黨的小報 混球時報立馬用英文發文章了 說蓬佩奧顧問的怪誕言論 顯示美國霸權日落 在這之前 渾時還帶頭無端的半罵 余教授是漢奸呢 這有規律 黨的豬隊友們一蹦起來罵人 您就可以猜個八九不離十了 又被戳到痛點了 沒錯 咱們看看余教授當天的言論啊 他說 作為一個真正的盟友來說 中共沒有任何方面可以信任 昨天聽到習主席在聯合國談論 中國是多邊主義的擁護者 這非常諷刺 這完全反映出 這哥們沒有自知之明 只為了自己 那不叫多邊主義 多邊主義只有在大家擁有共同目標時 才能發揮作用 民主社會正在形成一種民主政體聯盟 來對抗中共的威脅 我們有日本、澳洲、英國、加拿大、 歐盟、北約和東盟的成員國 我們具有相同的價值觀 另外 余教授那段話也戳黨氣管子上了 余茂春就說 香港的所謂一國兩制是一次失敗的巨大實驗 完全喪失了對臺灣示範作用 香港實驗導致中共的國際信任度是一落千丈 沒有信譽的國家是不能成為世界領導者的 余茂春的影響力到底有多大呢 黨到底多恨他呢 他老家的族人 已經被當地政府動員起來 開族人大會了 宣佈開除余茂春的族籍 他的高中、母校、重慶永川中學 也已經把他撞圓綁上那個名字 余茂春這仨字 一點點拿小刀給抠掉了 抠掉了 對 一場大批判 正在離余教授八竿打不著那地 風生水起 咱有一細節啊 就可以瞅出來川普政府反共的決心了 外媒就說啊 余茂春的辦公室跟蓬佩奧的辦公室 只有幾步之遙 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史達偉呢 管余教授叫什麼呀 叫郭寶 國務卿彭培奧就說啊 老余呀 是我們團隊的核心 一尊舉手 我還沒發表意見呢 老余的實力我最清楚 上回比賽扛麥子走山路 他連100斤都沒扛起來 我可是扛了200斤啊 我走那麼遠 你們知道嗎 得這200斤那個 余教授出來點贊了得 剛才我要不點贊 這哥們200斤200斤一天到晚嚷嚷 真沒完呢 對呀 崎嶇山路 這位沒走累呢 行 話說這中秋節演出就到了 我們想在茶館節目裡邊給大家提供一個互相問候 互相鼓勵互相溝通的機會 所以呢 在這面向所有茶友 徵集您的中秋祝福 照片、繪畫、詩歌、肺腑之言的一段話 或者是吹牙彈唱各種曲藝形式都行 文字、圖片、視頻、音頻都歡迎 只要是您發自內心的 秋天到了天氣越來越涼 中共罵著的秋天也到了 他們在末日狂奔過程中會加速給中國人製造艱難困苦的寒冬 但是冬天加速 春天來的就更早 一切都在冥冥之中 反正在這段特殊的日子裡邊 國內外的茶友真的是應該相互鼓勵 互相扶持一起走過這段黑暗走向光明 好嘞 送人好茶 手有餘香 歡迎您訂閱分享 老北京茶館 趕緊點擊屏幕上去年的中秋節目 感受這一年以來 劇變中的世界和中國人 再會 再見 zde 在那邊 ytes 雙方 蘇 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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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